現在剛才請了郭芷賢 現在大家幫她撞住 撞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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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跟阿桑和阿桑聊天 都在聊那些臭小子 喔 剛剛才說完 就說 等太太生了之後 她就會傳一些補湯 就是湯水啊 補血的東西啊 那除了這樣之外 最近阿怡 楊怡 都傳了一些 recipe 給我 傳了一些建議給我 老婆要吃些什麼 因為她自己都在安胎 變了她會好好的 又知道我太太有了 大家時間都很近 所以變了她都說 我有些什麼 告訴你 大家互相交流 是啊 原來才知道 桑寄生蛋茶是很有用的 對 桑寄生蛋茶 是啊 現在每一天 太太都會隔天這樣喝一下 真的去街市買一些 藥材店買一些桑寄生 是啊 哦 如果不是我 誰去呢 因為太太 我都盡量叫她留在家 少些給她出街 譬如我今天 出開來的就順便買賣 這樣 我會一個星期買 一次買一個星期的東西 盡量 盡量 是啊 是啊 經過這次之後 真心 廚藝是有所進步的 包括煲湯 因為之前煲湯 都是太太的責任 但是現在就因為她有了小朋友 我就煲多了湯 特別是魚湯 她OK的 因為她都很簡單的 還有我都吃得 我們本身平時都比較健康 這段時間我就不用開工暫時休息 五月就準備開新劇 所以盡量有時間都安排好太太的東西 之後就要交給我姐姐 太太妹妹 和我媽媽她們幫忙 是啊 暑假 暑假 暑假才是產期 都還有一段時間的 不會拍那麼久 是啊 就是還有一段時間的 都OK的 都好一點的 今年的工作應該安排到年尾 以我所知 所以應該都要去到年尾 才可以真正正做臭仔工 但是都很期待的 都很期待的 是啊 但是她不如說 你是說開多 是啊 那時間又容易控制 時間就容易控制 不過始終都會 就是醫生都有說 就是會有機會是有早餐的 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預計不到 但是儘量都會安排好些先 是啊 最緊要健康 最緊要這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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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